十几年前大众会改变自己过为大众的形象 推出了图锐和灰腾两款重磅车型 凭借着众多越野测试以及著名的拉飞机表演 图锐一度闪耀全球 一直以来出色的底盘性能与强大的动力始终是图锐的金子招牌 时至今日灰腾已经成为传说 大众高端车仅剩下图锐一根独苗挑大梁 当大众集团的MLB平台下的奥迪QG 保时捷卡宴上时需旧之后 身为大众亲儿子的图锐才姗姗来迟 2018年8月基于MLB EVO平台所打造的2019款大众图锐正式上市 它不仅是图锐系列的第三代车型 也是大众MLB EVO平台进口的SV车型当中 你能买到的最便宜的一款 2019图锐车型组合非常的简单 只有搭载两个不同的动力单元的三个配置车型 分别是2.0TSI的锐一版 3.0TSI的锐峰版 以及3.0TSI的锐质版 这次我们试下的这台图锐是2019款2.0TSI锐一版 起售价格为63.68万 作为2019款图锐的全系 乃至整个大众MLB EVO平台入门级别车型 这四缸的图锐是否能够不如门风 对得起图锐的鼎鼎大名呢